佛光山即国际佛光会推动森林有序工程 23号移师到玉里的神社断铃地 县长徐正位及立委夫婚旗都到场共同响应 一起推广结合在地人文及食材的绿色蔬食生活理念 要推动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首度一是华联南区玉里镇的佛光山即国际佛光会 推动的大叔下话说星云大师论坛 由国际佛光会秘书长绝培法师主持 欢迎县长许正位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 以及绿色公益基金会执行长戴庆华同台语坛 宇坛人之一的县长许正位 除了从个人环保领袖教育 也从县政府贯彻执行环保政策 推动产业文化教育到观光生态环境等各领域 朝向净零碳排目标发展的实质作为 也深获各界肯定 这也是说其实台湾的政府已经开始在做 对于金银碳排以及我们地球环境的守护里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如何去实践它 从政策面去实践 从建设面去实践 还有观光旅游面去实践 我们观光旅游从我们绿色低碳旅游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深耕总督旅游 让大家知道其实台湾这块土地是 欧雅板块和大陆板块去挤推出来的 美轮山是我们海底里面的海石街 拱上来的 而这些都是一个知识的延续 更是一个让我们了解这块土地的保障 而这也是花莲的独特性 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文化的观光绿色的旅游 以及文化的知识传承 其实这一些都是在续地球的命 佛光山继国际佛光会 推动T-Earth深重倡议之森林永续工程 23号在华联南区的玉旅镇登场 花莲县县长许正位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 也都到场共同响应 如数至今22年的傅昆奇 也希望借着良善的信念 共同守护我们的地球 信仰跟力量 让大家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安居乐业 这一次推广阅读传书箱 也致力推动守护地球行动的佛光山继国际佛光会 也以NBS以自然为本的森林永续经营工程 今年将会在玉旅神社断林地 陆续种下15000棵树 包括了青岗栗、硝南、台东石南、台湾扁薄、菊木等 多样性的台湾原生树种 响应地球永续 并且也将种植以台湾原生茶树为主的经济树种 为地方打造零下经济产业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